来自全国各地的百对新人 借长龙空中婚礼,各种奇蹊动物,作为奇妙的朋友送上祝福,与新人们拍下别具一格的婚纱大片,新人们更乘上特别婚车空中缆车,欣赏美景,想用新厨制作的空中晚宴,婚礼当天,摆对新人乘坐专车,由长龙熊猫酒店出发,来到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,开启特别的婚点仪式,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的大明星,为新娘子孙子。 用上花团,动物证婚人鹦鹉飞上舞台,带来爱情誓言,新人们深情对视,彼此许下相守一生的浪漫誓言,并为爱吕带上代表责任与承诺的专属婚戒,火烈鸟,鹦鹉,心形等动物现身观礼,仿佛将仪式现场搬示原始密林中,新人们与大自然的精灵一起相守这份甜蜜与浪漫,一是最后环节,摆对新人集体摆出, 不爱的图案,定格幸福时刻,来自全国各地的摆对新人。 7月1日,在岁参加第二届长龙空中婚礼,陈继民设仪式后,新人们登上园内空中缆车,置身特别的婚车中,体验与寿同行,与鸟起飞的浪漫。 主办方还邀请顶级新厨,为新人们提供西式晚餐,迎着落日晚霞,晚风轻浮,鸟鸣滋扎,真羞相伴,分外浪漫,婚房和婚纱照拍摄,原方也准备好了,长龙野生动物世界用,有五百多种,两万多只的全球珍惜动物。 原方甄选了熊猫乐园,非洲发现,靠拉园,东非大草原,水商餐厅等多个热门景点,为新人们打造特别的婚纱照,新人们与憨泰可居的熊猫双胞胎互动,和呆蒙的靠拉队室,在东非大草原一起仰望长颈鹿,将各种珍惜野生动物一同入境,留下独一无二的幸福印记。 长龙熊猫酒店则为新人们安排了,可饱览远景和动物们的婚房。 此外,多一网络等赞助商,还为新人们送上大礼包。 长龙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,广州长龙野生动物世界,开元二十年来见证了几代人的幸福,两届空中集体婚礼的成功举办,更是将幸福传递,放大。 接下来,集团将把旗下所有主题公园,都打造成为全新的爱情圣地,充分发挥主题酒店和主题乐园的优势,推出个性化婚嫁产品,为天下有情人定制浪漫时刻,玩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